如今越来越多的车企业都喜欢用豪华评权来形容自己的车 那一台车究竟要做到怎样才能达成豪华评权这个概念呢 我身边这台全新的小鹏P7家会是一个最佳的爱吗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间烟车观X我是龙龙 现在在我身边这台就是在巴黎车展上面刚刚公布预售价的小鹏全新P7家车型 没错虽然它叫P7家但其实在整个外观内饰设计上面已经走了一套完全新的风格 那至于这个家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指的就是家庭空间以及技术方面的表现 所以就意味着这一台车在众多舒适性层面空间表现上面 包括它的黑科技方面有着不少的猛料 那实际上这一台车它主打的就是拥有一个轿跑的姿态 然后有着MPV的舒适性以及SUV的空间性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考验一下这台车到底表现怎么样 那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说起 首先是整个前脸的造型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跟目前小鹏家族所有的车型都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你依旧可以看到X型的前脸设计 但是这一套全新的轿跑设计语言 我觉得应该是符合现在年轻用户对于它的一个期待 尤其是当你来到车身侧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几长超过5米的全新小鹏皮骑家 在它的优雅姿态上面要做的更加优秀一些 尤其是随着整个车顶向后溜的这样一个轿跑的姿态 其实更好地去传递出年轻用户想要的这种运动风格 那说到这里也就来到了我自己最喜欢这台车的一个角度 就是车后的45度角 因为我们正好可以看到这一台车 还有一个大溜背的造型结合它双层尾翼的设定 所以这一定是大家喜欢的运动风格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说这种轿跑造型空间肯定一般般 那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打开其实小鹏P7家的后尾门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整个后备箱内部 其实空间是非常宽敞并且非常平整的 那在它的容积上面它是可以达到720多升到2221升的一个扩展空间 可以说它不仅做到了同级别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准 甚至我觉得这样一个储物空间能力 还要比大部分的SUV都要做得更好 那在这样一个完全把后排座椅放倒推平的情况下 据说在整个后备箱里面可以塞下30个20英寸的登机箱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夸张 毕竟没有人出门会带30个行李箱 而它恰恰也就符合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场景 这是怎么一个概念呢 试想一下我们购买这样一台车 中国用户很在意的空间表现 也就是为了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可以更加随心所欲的去放置物品 无论是小朋友婴儿车婴儿座椅或是其他的我们一些露营装备 只要你后备箱空间够大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放 不用特别好的去规划 那这也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 所以这也就是我觉得小鹏P7家在外观以及后备箱部分 做到的一个豪华平均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优雅舒适以及大空间 接下来我们到车内来看一看它能带给我们哪些更棒的体验 那进入到小鹏全新P7家的车内之后 我觉得我们直接从后排开始跟大家聊起 因为在前排的智能表现上面 其实我相信现在大部分的造车新势力 包括小鹏他们做的都已经非常到位了 但是真正想要实现所谓豪华平权这样一个概念 我觉得还是要来到后排 因为在整个空间和舒适性方面 无疑是中国用户非常在意的地方 那我们先从空间说起 既然刚才我们讲了后备箱有着超大的空间 其实在车内部分小鹏P7家也是做了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升级 那首先是轴距上面它是达到了3000毫米的轴距 确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空间表现 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便我现在这种比较休闲的坐姿 坐在车内的时候 其实腿部空间依旧是非常宽裕的 而且前排两张座椅都是按照我身材的坐姿去调整的 所以完全没有偷距离的概念 另外在整个车内的得防率上面 它其实是做到了88%的得防率 这应该是一个蛮夸张的水准 即便是在实际的乘坐空间上面 它也是达成了65%的乘坐空间表现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整个地台部分它是非常平整的 而且它的整个地台并不高 实际上在整个地台也就是它下部位置是采用了它的这样一个电池的设定 而且它是做到了同级别 就是行业里面比较高的一个水准 达到了108毫比的超宝水准 从而使得它的整个地台可以进一步的去降低 减少对车内空间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在整个车内的空间乘坐感受上面 我相信小鹏P7家绝对是同级别车型当中第一机队靠前的这么一个存在了 而且加上整个车内这种车顶的设计 带来了更好的采光感受 以及视觉空间感受 进一步提升了车内的一个空间体验 那么除了空间之外 第二点我们要说的一定就是它的舒适性表现 因为光有空间不够 还要我们坐的足够舒服 那关于这一点 小鹏P7家同样非常有发言权 那在它的后排座椅上面 它是支持27度到37度的电动调节 所以无论你是想这种比较舒适的躺姿 还是想把它升起来比较板正的坐姿 你都是可以在这辆P7家的后排去实现的 另外在这一台P7家的后排 它也是配备了一块小屏幕 像是后排座椅的通风 加热和按摩 你全都可以在这个屏幕当中去做到 试想一下 起售价在20多万的这样一个造车 新世界的车型 它确实已经完全可以平起售价 在50万左右的BBA中大型轿车了 因此我觉得在整个车内部分 它也是做到了豪华的空间和舒适表现 那回归到我们此次试驾体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肯定是要把这辆全新的小鹏P7家给开起来 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那在正式聊它的动态驾驶之前 先容许我把它打开驾驶辅助 因为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OK那我们现在已经把NGP开启了 然后来跟大家聊一聊全新小鹏P7家 在动态驾驶上面的一个实际的感受 主要会分为两个部分来跟大家聊 首先在整个动力总成部分 我们可能会弱化一点 因为现在所有的新势力 无论是增程混动还是纯电动版车型 它们在动力方面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强悍的 包括这辆全新的小鹏P7家 它0百加速也能做掉5秒左右 所以这样一个动态表现 我相信任何一个对于动态有需求的用户 都是可以感知到 它这种非常强劲的动力表现 那今天我们着重想要来说的 其实还是它在动态驾驶方面的一个舒适表现 以及它的一个自驾能力 首先在整个舒适层面 我们从起点出发到现在 大概已经行驶了 差不多有小50公里左右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可以去讲一讲它的整个动态表现 那从我们酒店的停车场出来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遇到了地板上的这种隔离带 那其实在经过这种非常高凸起的减速带的时候 我们以往驾驶的车型 大多都会出现这种比较明显的坦挑 但是在小盆P7家上面 它其实专门针对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科目 去进行了一个强化的调试 因为其实针对中国路况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坑洼的路面 不平的路面 包括像是在停车场 或者高速上面这种大量凸起的减速路况 那实际上在我们整个用车过程当中是非常不舒适的 而小盆团队其实恰恰在这个上面 进行了非常多的实体实验 比如说在整个底盘的弹簧和悬架组合调试上面 它们就有超过300个组合 最终才找出了这样一套最适合中国路况的底盘调教 另外在整个底盘悬架的设定上面 它也是采用了前双插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的设定 那这样是作为一个运动车型本来就应该具备的 而在小盆P7家这一款车型上 我觉得它不仅运动属性拉满 同时在豪华的舒适属性上面也做得非常不错 那另外有一点就是讲到舒适性 我觉得其实不光光是底盘的调教 更重要的就是整车NVH的表现 因为作为一个纯电动的车型 其实它的NVH要比我们传统的燃油车来得更值得考验 因为传统燃油车有发动机有排气声浪 所以它其实可以隔绝掉一部分NVH表现 但作为一个纯电动车型 你所有的风噪胎噪 其实恰恰都会被无限放大 所以这时候NVH表现如何就非常重要了 那关于这一点呢 小盆P7家在车内是做了36处隔音棉的设计 另外还有26处隔断阻拦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设定 从而使得在整个车内的分贝上面 其实被降低了很多 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是一个120公里的速度 在高速上面巡航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听到整个车外的风噪胎噪 几乎是很少会被传递到车内的 我觉得这对于一个豪华车的定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那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它在舒适性方面的表现 最后要来说的呢 就是全新的这一套AI的天机制驾的这样一套系统 那需要提及的就是 其实它是在一个全新架构下面去打造出来的 这么一个单像素的架构 而且它采用了也是AI阴眼的设计 那说白话它和我们传统以前体验过的 自驾有哪些不一样呢 首先在整个自驾距离的探测上面 它提升了120% 另外在它的算力 包括它的一个运行速度方面 监测速度上面也是提升了45% 所以从最通俗一种话来说 就是它变得更加智能更加精准了 而且采用了这个单像素的架构打造而来的 这套阴眼系统 它可以面对各种什么大逆光啊 或者这种大光圈啊 也就是我们在进出隧道的时候 或者说在各种雨雪天气的时候 它的识别能力要被提升更多 因此我相信啊 在整个动态驾驶方面 其实小盘P7家不仅体现出了一个 豪华车所应该具备的这种舒适性和NVH表现 同时作为一个新势力产品 它在自驾方面的表现 还是让我们感到刮目想看的 OK那视频的最后我们差不多来做一个总结啊 那其实我们在拍这一期视频的时候 目前小盘P7家还是以一个预售价格 也就是20.98万元 这么一个给消费者去选择的价格 那先来说一说啊 我自己觉得其实这台车无论在颜值方面 它的空间舒适性还是整体驾驶的质感 包括它全新的这一套AI的质架上面 确实做的是非常不错 而且今天我们在workshop的时候 其实也提到一点 小盘这次不想给消费者做过多选择 没有什么Pro Max Ultra这些选择 而是就这么一款车型 这也就意味着它所有的优势 所有的用户都可以体验到 所以如果你也非常关注这一款车型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看 应该在11月初它就会正式上市